花林县合法登记的民宿 从104年底的1457家 成长到108年底 合计1868家 约占全国总加速的两成 居全国之冠 但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花林县内民宿业者 申请停歇业者达到70多家 而报复性的旅游之后 也造成游客对住宿民宿的品质 多项问题层出不穷 民众表示 县府观光处应该要加强民宿辅导和管理 观光地区的民宿旅店 如雨后春损般伶俐 但是住宿品质良有不齐 衍生出来的问题层出不穷 花林县审计市对于民宿业务查核 建议加以改善 包括了非法民宿业者 经采取住记结案后 为人于网站刊登广告招揽住宿 设有未一规定协业情势 云以强化非法民宿之追踪查核机制 违规的民宿业者虽已录案列管 但还是经常造成消费纠纷 观光地区的民众就认为 管辖单位应该要加以辅导业者 会不会希望这些民宿业者能够取得一个合法的执照 这当然是有希望他们能够取得合法执照 但是有一些他们知识比较不足的请相关单位 可以辅导他们 让他们顺利取得合法执照 因为我们花林也是以观光为主 所以希望相关单位辅导 所以其实以安全为起见 对啊对啊 希望可以取得合法 沿导地区是近几年来 民宿业蓬勃发展的区域之一 但是有部分业者涉及非法营业 其与歇业仍刊登广告招揽住宿之业者 据当地居民则说 主管机关应该要更积极的态度给予辅导列管 一旦违法属实依法采取列管 并后续追踪执行 才不会让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服务品质 而遭到不肖业者的摧毁 记者林杰 说风箱采访报道